想象一下,身穿华美锦衣,生活在金碧辉煌的古代宫廷里的宫女们,她们或许被外界所羡慕,被视为身份尊贵的存在,但背后却隐藏着无尽的辛酸与无奈。 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,政治的阴谋和勾心斗角在宫廷上演,宫女们也被卷入其中,承受着无法想象的压力和痛苦,让我们一起揭开古代宫女生活的真实面纱。 看看宫廷的金碧辉煌背后,究竟隐藏着怎样残酷与黑暗的一面? 读历史,您视力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所谓宫女,就是指专门为皇室成员提供服务的人员,也可以称之为君主及其家属的奴隶,故此,宫女一般被视为封建皇室的私有财产,毫无人权可言,遑论自由,一名女子一旦成为宫女,便要严格遵守极为严苛的制度。 言行举止,礼仪庄荣均要受到约束,那么,一名宫女是如何度过漫长的一天呢? 每天大概凌晨三四点左右,各宫主子尚在熟睡之时,宫女们便被管事嬷嬷叫醒,统一用早膳,早膳还不能吃得太饱。 这是因为宫女们在伺候主子们的过程中,是不允许上厕所的,如若因为内疾导致在主子面前失态。 轻则会被打得皮开肉绽,重则小命难保。 故此,大多数宫女为了自饱,饭不敢多吃,水不敢多喝,长辞以往,肾脏便会出现严重问题。 然而,就算重病在身,宫女也没有看病的权益,因为宫中太医皆为男子。 而在封建制度下,男女受受不侵,因此,但凡宫女生病,也只能靠自己的抵抗力战胜疾病。 虽然宫中规定,非贫以下者,以正取药,但真正请太医看病的宫女,少之又少。 所以,如环珠格格中,小燕子请太医给金锁等奴婢看病的情况是压根就不会发生的。 在宫中成千上万名宫女中,真正能与主子直接接触者少之又少。 故此,那些能够直接伺候主子的必是宫女中的佼佼者,但是,机遇与风险往往是共存的。 那些贴身宫女在获得主子丰厚赏赐的同时,被主子责罚甚至赐死的风险也大大增加。 据慈禧太后贴身宫女回忆,慈禧素来有抽大烟的习惯,若是在给慈禧点烟的时候,落下来一丁点火星子, 那这鸣点烟的宫女及其家属都将遭受灭顶之灾。 伺候此洗沐浴时,宫女们更要万分小心,水温和毛巾的干湿度,擦拭的力度以及先后顺序都要按照规定好的指数和流程来。 若有半分差池,立马人头落地,提心吊胆,筋疲力尽地干完一天工作后,到了夜晚休息时,规矩, 这条吃人的毒蛇依旧让宫女们紧张兮兮,警惕万分,宫女们睡觉时,睡姿也有严苛的规定,必须双膝紧闭,微微弯曲,手也要摆放在合适位置。 职业班的嬷嬷随时茶堂,若哪位宫女不按照规定的睡姿休息,必然迎来棍榜相家,拳打脚踢。 这是因为在封建时代,人们都很迷信,认为宫女休息的那一方寸空间,都有土地爷的存在,若宫女睡姿散漫,必然破坏皇宫风水。 属于极大罪过。 那么,如此泯灭人性的宫女制度又是从何而来呢?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,在长期的征战中,战胜国的诸侯往往会将战败国的女性俘虏纳入王庭,充当仆役或者嫔妃。 到了汉朝以后,封建皇帝们会指派官员,大肆到民间征集良家女子,冲入宫廷。 这些女子年龄一般在十三周岁以上,二十周岁以下,容貌娇好,口齿伶俐,一旦被选为宫女,这些女子便要与家庭断绝联系, 长期生活在深宫高墙之内,彻底与外界失去联络,而在千万宫女中。 受到皇帝宠幸身为妃嫔的少之又少,大多数的宫女,多是从豆蔻年华熬到人老珠黄,在凄凉,孤独中度过一生。 故此,唐朝诗人才发出如此感叹,一入深宫里,年年不见春,聊题一片夜,寄予有情人,与科举考试制度相同。 宫女入选宫中也有一套严苛的程序与制度,参选女子的出身不能是郎中,术史,商人与演艺人员。 在古代,这些职业都处在极为卑贱的地位,从汉代开始,宫女的数量开始急速增加,西汉初期,宫女的数量仅仅只有区区数十人,而到了汉武帝时期,宫女数量便猛增至千余人,再往后,到了东汉环帝时,宫女已经成了五六千人的庞大队伍。 洋车随性的晋武帝司马延不仅将吴国数万名江南美女统统迁往帝都,也让宫女数量突破万人大关,到了唐玄宗的开元年间,宫女数量再翻四倍,突增至四万之多。 随后,到了明朝时期,虽然宫女数量减少至九千余人,但是开销却居高不下,每年宫中给宫女采办的汁粉就要消耗四十万银子,满京入关后,完全延续了明朝制度。 但是与明朝有所差别的是,清朝的宫女是在满人中挑选。 一般来源于他们的包衣奴才,满清制度规定,满人就算不做事,也享有一定的俸禄。 所以,那些处于低下阶层的包衣们,便主动让女儿到皇室充当宫女。 以此来感恩朝廷发下来的俸禄,大批的女子进入宫中后,其实处境大多是相当凄凉的。 故此,许多富贵人家的父母都不愿女儿到宫中遭罪。 他们会用大量的金钱贿赂挑选宫女的官员,以此让女儿逃脱成为宫女的厄运。 但是,那些贫贱家庭的父母为了生计,他们往往会主动让女儿参加宫廷选秀。 因为一旦成为宫女,至少有固定的收入,运气好还能得到主子赏赐,有的凭借手艺,也能靠贩卖秀品获取一点收入。 但是,大多数宫女在宫中的遭遇却是极其凄惨的。 由于根本没有地位和尊严可言,所以她们命如草芥,在秦汉时期,许多宫女的价值还不如一头牲畜,除了生病得不到医治以外,就算她们病死宫中。 后世也极为潦草,若是一个宫女在宫中突然死去,没有人为她修坟造墓。 这句女诗必然是经过草草火化后,骨灰被随便扔弃在某处枯井之中,不少宫女由于受不了宫中的桎梏与压抑,动起了自枪的念头。 但是,在封建专制制度下,宫女就连自我了断也是被限制的。 宫规规定,若宫女自枪,其家人必将被流放边疆,若被人发现而自枪未遂,除了杖则外。 也要承担流放处罚,宫女命如草芥,没有人关心她们的死活,在乾隆年间,一名叫五妞的宫女,因为被主子责罚而选择头颈而亡,尸体被打捞上来后,乾隆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,知道了,此后,这件事情就再无后续了,至于五妞是因何责罚,为何自枪,没人关心,也没必要关心,在主子们的眼中。 五妞微如尘埃,命如草芥,甚至还不如主子们玩赏的一只雪蛇鹦鹉,真的微不足道。 另外,面对红瓦高墙中的清冷生活,有些宫女为了排遣寂寞,甚至会选择与太监结伴,成为所谓的对神儿,也就是假夫妻,一起搭伙过日子,对时最早起源于汉代。 其初太监与宫女在一起,也只是同桌吃饭,尚未一起就寝,在隋唐时期,便有诗云,莫怪工人夸对时,上衣多半状元郎,证明此时对时现象已经普遍存在。 而到了明代,对时现象便泛滥成灾,甚至哪个太监没有对时对象? 还会遭到嘲笑,与此同时,此时又有了菜户之称,相比于对时,菜户更为稳定,宫女与太监之间会产生真感情,他们共同生活,形同夫妻,具有极大的稳定性。 原本,朱元璋时期是竭力反对对时现象存在的,他规定,假若发现此现象,涉事太监便要遭受包皮之行。 而到了朱棣登基以后,太监地位提高,这条禁令无疾而终,对时现象又死灰复燃,而且越来越普遍,吴氏是万历年间正贵妃手下的一名宫女,与太监宋宝倾心相爱,但随后吴氏移情别恋,宋宝万念俱灰。 岁出家当了一名和尚,当时,宫中太监对他的评价极高,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感人之事,在一处郊外寺庙中,全是宫中太监供奉宫女的牌位,每逢宫女继日,深爱宫女的那名太监便会来庙里祭拜,好似悼念王妻,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,宫女们除了肉体上遭受戕害外,精神上也饱受折磨,乃至要与太监结为假夫妻,来填补感情上的空白。 作为拥有七情六欲的人,宫女们低贱的地位,悲惨的遭遇,不接让人抱以深深同情。 此外,那些幸运的被皇帝宠兴的宫女,遭遇一样凄惨,在尊卑有序,敌数有别的封建里叫下,如若某位宫女被皇帝临姓,其生出的孩子一般交由皇后或地位较高的嫔妃看待,作为母亲的宫女甚至没有资格与孩子单独相处,更有甚者,还会被主子赐死。 同志帝曾经宠信过一名宫女,让慈禧大为震怒,严厉责备同志后,那名被宠信过的宫女也招致杀身之祸。 千百年来的封建制度,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,地位低贱的宫女们更是毫无人格可言,她们随时是封建主待宰的羔羊。 其生命权、健康权、婚恋权都遭受到严重侵犯与践踏,可见,其遭遇是多么不堪。 如今,我们生长在新时代,民主自由的氛围给了我们极大的幸福感与满足感,女性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,这一切都值得好好珍惜。 所以,别被宫廷剧与穿越剧欺骗了。好好享受当下幸福的生活吧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